北京日空19年 拿到專業基長 排名十三的土耕基長 最近幾年 排名一直落伯 今年是排八十二名 韓國近國際基長來 消費差很多 學者建議要強化 能夠讓國際基長學習 日常開放後 美洲民眾出國理由 基長趁在出現 很多人 不過土耕基長 在掩護Sky-Tracks 國際基長的排名 日空19年 拿到第十三名的成就後 兩年替補 今年又落到第八十二名 處在一個不進則退的狀況 因為其實在疫情期間 非常多的國家 機場重新翻新 以及重新定位 未來如果第三行站 可以儘快的開幕的話 如果可以用數位科技 再去降低旅客出入 過程裡面的繁复性的話 應該可以減緩大家的抱怨 附近的國際基長 相照都已經不錯 尤其是新加坡眾議 配合都功能 合合相場 受到國際理系的環境 日本武田基長 營養東亞歐文 徵修 靠代總合相協實施 以及在正三名 有學者分析 把來各家都在 預定的機関 都好度徵修 台灣率低不上 不過有學者認為說 同基長 應該要強化地匯 基長的概念 比方說像新加坡的一些空橋對接 成田機場的部分 比較年紀大的旅客 他們提供一個AI的接駁的服務 在機場內 那陶基其實也成立一個 智慧機場的小組 在審視自己的一個主計畫之後 再沿途智慧機場的一些發展的優先順序 全國際平均的成績替博 通基長會議員說 平均的內容包括基長的工廳 以負 請結 也有理解 服務頂頂的內容 通基長的作業 也包括洪檢署 以民宿頂頂公民營的單位 後續會伺手改善 以服務第一的角度 來檢討和改進 繼續 綜合報道